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我是三姐 今天又和大家见面 今天教大家一个二米牛尾汤半响铃 很特别的 明哥 你怎么看 三姐 你好 大家好 我是称卫明 三姐 这个菜你一定要教我 一定 今天是教大家的羊尾米牛尾汤半响铃 三姐 这样的材料是怎样的 材料当然要有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是牛尾汤 这是主角 这是牛尾汤 这才是 这是两个主角 这是羊尾米 比较滑 那我们拿回来的时候 就用水浸它 大约四个小时或者一晚都可以 那第二天呢 你就会放些少许糖 就蒸它半个小时 这样就很滑了 我们也放了少许水 因为汤比较融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牛尾汤 就放下去了 让它滚了 因为我们也放了少许水 所以这个盐味呢 我们就要调少许的 加少许的盐味上去 稍后呢 这个是糖 为什么我们要爆一下呢 第一它会更香 第二它会更漂亮 它会更香 你闻到焦香和芹菜香 嗯 好了 倒下去了 很快速 这道菜 这道菜又健康又好吃 是 这样呢 这个汤呢 其实吃了 就连饭都不用吃 连淀粉质都可以省下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 是 我们不需要打蜆 我们希望它是这样 嗯 有少少稠稠 嗯 就点一下那个汁好不好 是否超级满 哇 好简单 好 上得 羊耳米牛尾汤 行 棒麓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